视频开始前 我想问一下各位 你觉得小学生能跑不快 给你三秒钟整理一下思绪 接下来请各位别眨眼 因为这个小女孩可能会让你惊掉下巴 这个小女孩名为三好梅雨 是日本的一名学生 两个月前 她所在的地区举办了一场小学生运动会 这本是一场很普通的运动会 没想到的是 三好梅雨却跑出了一个惊人的成绩 12秒38 这个成绩你相信是一个小学生能跑得出来的吗 在小爬心中 这个成绩远比前些天奈顿跑出的19秒49恐怖 并且三好梅雨无论是不服还是不拼 都像极了弗雷泽 起跑阶段甚至还有鲍威尔的影子 大幅刷新了日本小学生记录 在比赛过后 三好梅雨还以5米33的成绩 顺手又打破了日本小学生的跳远记录 可能这时有的人会说 这个成绩也没那么夸张吧 不 十分夸张 举个例子 国内对于百米一级运动员的定位标准为 12秒33 三好梅雨仅差0.08秒 就能成为一级运动员 可能又有人说 这不是也还没到评级标准吗 但是我有说这是三好梅雨的最好水平了吗 接下来 瞪大眼镜 千万别闭眼 这场比赛则是上个月4月28日 三好梅雨进入初中后参加的第一场比赛 有了上一场12秒38作为铺垫的她 现场围观的群众明显增加了许多 都来见证这个女版博尔特是什么水平 但没想到的是 三好梅雨再一次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 12秒10 这个成绩 你敢相信是一个初一女孩子跑出来的吗 说句夸张些的话 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的走势下去 我相信很快连汤普森都阻挡不了她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 但是以后的是 有谁能知道呢 你们说对吗